大家在主里平安,感谢赞美主 现在西方也是星期五,8月28号 那现在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昨天星期四,8月27号神给我们的信息 那现在东方也是星期五,就进入了下午了 今天有一点迟到,因为真的眼睛太累了 今天就是昨天做了蛮多功课的 就是神带领我们回去,他跟我们一直看到的四是什么意思 然后在2月22看到了就是三个二 然后后面有一个七,然后又有就是14,2月14号 然后下面有一个七是什么意思 这些,所以今天有蛮多要跟大家讲 但是我尽量把它说吧 然后既然在很短的时间,我try 大家继续努力,要记得我们要永远的感恩 永远的走正一路 永远的牵着主耶稣的时候 走到永恒,永远的爱神爱人 要记得我们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 天父天子圣灵 而且我们一定要靠着主耶稣 才能够到父那里去 那今天就是一直看到 之前一直看到是 而且昨天也是有几个意象都是光于四 那四是什么意思 就指着主耶稣也就是这个门 所以主耶稣就是道路真理与生命 好,那谢谢弟弟华强生来的灵敏之良 也谢谢Kelvin每天uplog在YouTube里头 所以大家继续努力 我们真的要回家了 可以想象到现在神在跟我们解释很多 祂给我们看到的东西 我们一直都不是那么清楚 但是这些都是圣经里头的奥秘 也就是这个奥秘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祂自己本身 OK 那我们要多认识我们的上帝 我们的耶和华 我们的主耶稣 那以后跟我们的上帝一起就很开心 因为我们认识上帝里头知道很多 关于圣经的事 而且关于神的奥秘 对不对 好,那我大家可以看这个journal page那边 有没有看到第四那边 第四那边就是讲到dalat OK 那我先读这个意思 好像我先给大家这个video 就是关于这个dalat 是四西伯来语 西伯来语的第四个字母 是dalat 也就是四 然后之后呢 第八第九也是看到四点四点 然后在二十二 就是讲三月六号那一天 也有十中写着一个蓝色的四 那过来过去 我们都有看到四 那大家都知道四是一个数字 那在圣经里头 传世纪里头 神传第四天 就把这个太阳 月亮跟星星 都有持续的安排在这个天空上 对不对 这个heaven那边 好,那我们就进去 这个意思是什么 是dalat OK 西伯来语的第四个字母 是dalat 它的数字也是四 那英语的人会懂得英语 我先给大家video 所以可以自己慢慢的欣赏 神给我们讲的话 那不懂的英语的 我现在就赶紧就缩短的把它讲解的video里头 教导我们关于这个dalat 那这位可以讲说是一个祭司或者是一个牧师 他是一个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 大家都知道 以色列人对圣经 尤其旧约 非常非常的熟悉 那如果他们是基督徒的话 当然新约也是非常非常的熟悉的 那有时候让他们来跟我们讲解圣经 尤其是旧约真的很开心的 因为我们呢 不是非基督徒 不是非基督徒 不是以色列的基督徒呢 通常就是我们对以色列这些 他们的文字这些就不那么熟悉 让以色列人自己跟我们讲 跟我们讲的话就非常的好 大家就很清楚神的奥秘在里头 好 讲到这个dalat就是异象第四那边 这个异象第四呢 我等一下还会讲 那我先读这个经文了 他的意思是什么 好 这个video里头讲说这个dalat就是是 是西伯来语第四个字母 然后 它的数字也是四 它的标志是什么呢 它的标志 它的symbol是什么 它的symbol就是门 什么门就是门柱 一根柱条这样门柱 然后还有across的就是从东到西这样 直的叫做过凉 过凉或者是叫做过凉或者是没 然后呢 其实dalat呢 他们有时候就翻译成dalat 也是讲到门 也是大门 OK 那什么是大门 一直讲门 门什么意思 这个门呢 就是一个屏障 屏障就是barrier OK barrier这个门要开了 我们只能够从这个灵界这个世界到另外一端 OK 这个barrier 好像我们在这边到另外一端有一个barrier 就好像我们在自然界要进入属灵界也是有一个barrier barrier就是屏障 所以我们要从这边到另外一端要经过一个大门 要经过一个门 那个门是谁呢 当然就是主耶稣他自己本身了 好 好 那讲回来 要从这个 要跨过去 一定要经过这个门 好 那讲到dalat呢 他是西伯来语的第四个字母 那上帝在四天里头 第四天上帝创造了太阳月亮跟星星 其实呢 是第一天上帝创造了光 然后他把光跟黑暗就分割了 那第二天上帝分割这个水天空上的水就是云也是靠着也是水层的 然后地上也是有水对不对 那第三天呢 那第三天呢 上帝就把这个水呢 聚在一起就成了个海洋 这些海洋 然后陆地呢就没有水的钢的就是风格 一直讲到风格了 所以在第一天创造第一天的时候也是风格 第二天呢也是风格 第三天也是风格 第四天也就把这个太阳月亮跟星星就把它有秩序的安排在天空上 也就是把他们白天跟网上就分割了 就没有一起 白天是白天 黑暗就是黑暗 那讲到什么呢 我们是光的 我们光的要从黑暗出去了 这个世界是黑暗的 所以我们是光要到另外一端 所以是第四天神就把这个太阳月亮星星就有秩序的天空上 使这个地球有白天有昼夜 所以就风格了 所以我们这一次也是风格 所以是第四就是这个门 OK 那门呢 我们经过这个门才能够到另外一端去 好 那接下来大家知道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九节 里头讲主耶稣说我就是那个门 OK 要经过我 就是主耶稣讲他自己 要经过他一个人才能够得救 他就是这个门 从这个世界到天国 到天堂 那大家知道 以色列人以前住埃及的时候 他的门那边不要放那个羊的血 对不对 那他就里面的人就暗存了 OK 这样子什么就不会被杀死了 那我们也是靠着主耶稣的宝血 这个血之前是用羊的血 我们现在是靠主耶稣的宝血 我们才能够到另外一端 因为主耶稣是宝血洗净我们的罪 OK 那接下来呢 这里头也讲到四遍 118遍 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 这边里头讲到说 这是耶和华 这是主耶和华 是主耶稣的门 OK 只有正义了才能够进去 所以我要感恩 有感恩 因为主啊 上帝啊 你回应了我的祷告 然后你成为了我的救恩 我的救恩就是四遍 118遍 四九节到二十一节 那又讲到太阳 太阳大家就知道 就是光的纯颜的资源 真的很丰 black 整个地球一半是黑暗 一半是光明 把它变成晝叶了 就是靠着太阳 然后月亮呢 月亮不会产生光 不会光 它是防应 防射这个光 所以这个防射 这个月亮是代表什么 就是代表与色列人 其实呢 前天我跟大家读了 启示录第十二章 讲到这个妇女 这个妇女呢 她的身上穿着太阳 太阳 后来大家都知道 太阳就是光 就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 公义的光 那如果我们等下 进入马拉基 在马拉基的第四章 第四章第二节里面 有讲到公义的太阳 公义的太阳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然后这个月亮呢 就是代表与色列人 仿色出来这个光 因为是靠着与色列人 最初认识主耶稣 跟神聪的主耶稣 然后把这个福音 传给准世界 所以为什么在十二章的第一节 讲到这个妇女就是教会 教会她身上穿着这个光 就是主耶稣 我们应该有 我们是世界的光 我们有主耶稣 应该是世界的光 光仿射出这个光给世界 四人看 光要放在高高的 可是才照亮了这个世界 但是今天这个社会 基督徒走遍了 走歪了 所以这个世界就暗了 没有这个光了 然后接下来 他的脚那边不是有月亮吗 月亮就是以色列人 然后有十二个支派 这个妇女呢 就是教会 他的头上 他就这个光明 这个光明有十二个支派 这就是讲说 这个Christianity 基督教主耶稣 就是从以色列人的 十二个支派里头出来的 主耶稣是从犹大族 就是第一个 最大的那边出来 好 那个我就不回去讲历史了 然后这个星星 大家我们一直看到星星 那星星呢 就好像太阳 大家知道别的星球 就是别的太阳 我们这个太阳系 有一个太阳 对不对 那是其他的太阳系 又有其他的星星 那星星本来就是 好像太阳一样会发光的 就是火球这样 然后呢 当然这些火球呢 是 在整个宇宙有很多 有上十亿的villians 那我们也有上十亿的基督徒 所以就防射了这个光 给这个世界 给这个宇宙 所以我们天上的星星 就是代表我们基督徒 对不对 所以一直看到星星 看到狼色的星星 好 那在菲律比书第二章 第十五节 讲到说 讲到说我们基督徒吧 就是讲你们会发亮 向天上的星星 也是 神引起阿巴拉罕 说你以后的后裔 所以我们为什么 我们是阿巴拉罕的后裔 因为我们靠着主耶稣 成为阿巴拉罕的后裔 因为阿巴拉罕 主耶稣就是阿巴拉罕的后裔 那说阿巴拉罕说你的后裔会上天上的星星那么多 OK 天上的星星 宇宙的星星是上十万的 Billion 所以 这是菲律比书第二章第十五节 那最后指着说 第四天 上帝把太阳月亮跟星星 全部都安排好在这个宇宙上 那就是指着 这是谁 就是指着主耶稣 就是是 就是这个门 这个门呢 是指着谁 就是主耶稣 我们要靠 要走过这个门 OK 才能够到另外一方去 那谁是这个门呢 那就是主耶稣 因为到主耶稣 他自己本身 就是道路 真理 感谢他们一句 那我就快快的读 马拉罕 那最后那边 马拉罕大家都知道 是在旧月的最后一本书 那我们进入第四章 第一节到第二节 讲到主耶稣 就是在公义的太阳 好 耶和华的日子 耶和华的日子 就是主的 指着主耶稣的日子 什么日子 就是审判的日子 那第一节 讲到万金之耶和华说 那一日就是 那审判的日子要来了 就像烧红的火炉 可以讲 可以 红色 我们一直不是看到红色的火炉 红色的火炉 很着很着很着 对不对 讲到所有 所有忘貌 忘貌 自大 就是骄傲的人 OK 作恶多端 那些很为 邪恶的人 大家知道已经很多了 尤其是政治家 那就更不得了了 这些都要像什么 像碎街 碎街一样被火烧地 什么碎街 碎街就是 scroll 就是野草 这样干掉了 就要把它烧了 连根霸气把它烧 连它的根 连它的枝子都被烧 什么都没有保留 没有留下来的 第二节 当时必有公义的太阳 为你们这些敬畏我名的人升起 就是说将会有主耶稣 为你们这些敬畏上帝的人 就会把它带上去 升起 升起就是 ascension 所以一直跟我们讲 他不用这个Rapture的字 他用ascension ascension就是升起来 就是我们就会像主耶稣以前这样升上去 那讲到这个公义的太阳 主耶稣呢 他的光芒 有医治的能力 我们主耶稣当然有医治的能力 刚好今天也是 这个Hallelujah 也是讲好医治 这个主耶稣 看到这个白福长 他的信心 整得很大 很大的信心 就 他的 仆人就病 就立刻就好了 只要主耶稣 讲不在他身边 他的病就好了 所以主耶稣呢 他有这个光芒 有医治的能力 那刚刚好配合第15 对不对 不是历历特别去找了 不是 是神的安排 所以我每一天做的功课 都是靠着神来带领 我自己是不可能 有这种聪明智慧的 而且如果你叫现在 读那个博士的神指教 我相信 没有上帝的圣灵 也是做不了 也是不能够 跟大家讲这些话的 好 接下来是说 你们必像 狼中出来的牛 小牛这样 很快乐 就是说 我们这些有救恩的人 就好像那个小牛 从那个牛狼 里面 牛狼里面 逃出来 蹦蹦跳跳 要去黄野 不是黄野 这个 pasture 就是青草地 吃草 很开心 而且空气又好 这些 空气又好 又有一片绿 绿草原 所以大家 我们要继续努力 我们真的 要回家了 好 我就在这边 等下就讲到 看到的异象 阿们 好 大家继续看第一那边 真的配茶 那我们回去做一点功课 其实很多功课 有时候我们就是miss掉 有讲看到的异象 但是这个奥秘还没有出来之前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好 那就看第一那边 我有画这个 Aster其实不像 我只是做一个代表而已 这是简单的画 根本画不出他们的脸 好不好 我不是画家 就算是画家 也不能够是一刹那看到 就能够画出来 对不对 大概 OK 那另外一个就是看到 Hosea 那一天呢 一天里头看到两个 那之前我记得 2011年从以色列 回去马来西亚的时候 神就跟我讲说 Aster 起初是跟我讲 Hosea Hosea 就是心腹的代表 那时候 他叫我去教会 上一堂教会 就是美婷跟Judy 就跟他们讲 神要我做 讲一些话 那时候我真的不清楚 神在叫我做些什么事情 他叫我讲什么 我就是讲什么 所以感谢 谢谢美婷跟Judy 安排了 那个早上 星期 好像是星期六早上 找找他们一个祷告会 那就去那边跟大家分享 关于Hosea 就是幸福 就是我相信那时候 就是说叫大家准备好背景 但是我那时候不知道 好 那Aster呢 Aster就是以施铁 以施铁跟这个Hosea 有什么特别 就是幸福的象征呢 OK 那Aster 以施铁是 他愿意献上自己 牺牲为他的族群 为他的民族 为他的族群献上自己 不怕辛苦 不怕被杀 他献上自己 所以我们现在这些幸福啊 就要像以施铁这样 献上自己 不要害怕 就算死亡在前面 也不怕 OK 因为要献上自己 给就献上给自己的种族民族 给这个世界 那接下来就是Hosea Hosea Hosea为什么也是幸福的象征呢 因为Hosea非常听从上帝的话 OK 他呢 上帝叫他娶一个既女 既女做老婆 他也就去娶 他生了孩子 他说这些孩子的名字呢 真的非常不好听 因为是代表那时候的 与色列人的情况 所以他也做了 所以上帝叫他做什么 他就去做 就算他要献上一切 就算他的名声 非常的不好听 OK 娶一个既女 孩子也这么不好听的话 所以他就是献上 就好像我们现在 人家都在攻击我们党事 我们不要害怕 因为有神跟我们在一起 我们的荣耀就在等着我们 所以一定要向前冲 但是最重要就是喜悦三立 我们所作所为 就是围绕喜悦三立 而且配合天堂 对不对 跟天堂合作 那这个救恩 才会领到这个世界 所以大家都有工作做 所以大家要很开心的 完成这最后的事工 是一种非常荣耀的事工 虽然现在被攻击 被人家笑 好像以前人家在笑 像荷西亚一样 然后Aster也是很惧怕的那一种 他要线上不知道到去见完 是不是死完的一条 但是他就不用怕 为了他就算死 他也不怕 所以我们也就是要像Aster跟荷西亚一样 信靠以送福 线上自己没有保留 好 那我们就下来看下面 大家一看过去 有没有看到下面那边写着14 february 然后7那是8月24号看到的印象 2点10分 那时候我不是很清楚 后来今天昨天回去做功课才了解 神在跟我们讲什么 那14加7就是21 就是2月21 回去2月21看到什么印象 2月21呢 就是212 是看到最高的那个journal 好像journal page最高那边 写着1的那一端 有通常能够分成两格 那两格中间有一个空格 就是一样的一天 一样的一天也是18、19 那18 西方18就是一路18 那东方就是一路19 就是我们的用的日历 9月8号跟9号 然后旁边写着22就是回家 然后接下来写着8跟9连接起来的 就是9月8号 东方就是9月8号 然后有这个时钟写着11 11就是背题 OK Ascension 然后另外一个是1 1就是one finishing 就是完了 完了 然后接下来又写着11 是白色了11 然后写着夜 夜间 夜间 那就讲到东方了 东方是往上 往上 然后下面 就是一样的一天 看到有一天 蓝色的线 蓝色的线就是之前有看到后面写着三三或者是热热 三加三就是六字之前 刚才有跟大家讲 就听到声音说 三加三等于六 对不对 好 夜间 然后写着什么 蓝色的八 然后九十九 就是说九月八号进入永恒 OK 八就是八号九月永恒 八九九 八九九 之前也看到金色的线是写着八九九 所以这一次我们真的是回家了 好 我们刚才讲到二月二十一号 那二月二十二号呢 就是二二二是星期六 所以是写着七 七就是一个星期六是一个星期的第七天 所以是二二二七 也是之前看到的意象 所以这一天很重要 那大家看有什么重要的 这一天呢 有写着十七一 上面下面写着七就是十七 然后也有看到九跟八 就是九加八等于十七 那现在我们知道了 以那个时候还是不清楚啊 那也写着活着了 活着了 什么是活着 是真实的活着了 我们现在这个肉体啊 是怎样讲 会羞害着身体 但到时候我们的身体是永远活着的 是活着了 就是九月八号就开始 那端身体的改变就远远的活着了 然后呢 就一次永远 就看到一个时钟指着十点 这个时钟很漂亮 只做十点的单位 一个一条针而已 然后又看到时钟 写着十一 十就是完了 十一就是被提了 又看到这个字 白色的字是提 提就是十点 就停止了 十点呢 是七号 九月七号 是九月七号也是东方的停止了 那也是我们的被提 那应该是被提的那一天 那我们停止的一天是九月六号 停止了 就是停止准备了 停止准备了 没有信息了 没有信息 没有每天的信息 whatsapp没有了 停止了 那第二天就是回家了 好 接下来就是看到二 二旁边有四方格的红色的 四方格红色又指着四了 对不对 回家 然后四 四就是什么 门咯 就是这个门咯 回家要经过这个门 然后旁边有一条线是 黑色的线上面比较长 下面比较短 也可以形成一个二 二是回家走过这个门 是在星期二 那东方是星期二 我们西方就是星期一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二呢 是写在东方哪一个位置 对不对 写在东方那个位置 好 接下来也有看到F 然后二十五 F 狼色的F F就是final 就是最后了 狼色就是天堂平安 二十五是写着 青色的二五 那二五是什么意思 二加五就是七 OK 七就是亡了 神圣的亡了 上面写着最后了亡了 那大家知道我们九月七号 西方九月七号应该是回家的那一天 东方呢 就是停止了 OK 其实一样的时间 东方九月八号 我们这边是九月七号 所以他其实他写着这个二五 也是在西方的方向 有没有 在西方这边 F也是在西方 所以刚才是在东方星期二 现在是在西方二十五 就是七号 OK 好 那ABCDEF F是六 六跟七 OK 六呢 是以色列人的以路 就是六月 六月 七呢 华人是七月 好 接下来呢 就看六 不是 三月六号 三六 之前也看到三六 很大事了 那三六呢 记得吗 有这个空格 空格十二个空格 十个空格 只有一半 四个空格 有写数字 有没有 大家看一下 有写着二三四 然后十一 然后如果我们画另外一个空格 十二个空格 然后写一二三到十二 大家看一下 二呢 那一边就是七 二就是七 然后三呢 就是八 三八 够了 三八够了 然后四那边呢 就是九 九月 那四也是门 对不对 十一呢 十一就是十 就是亡了 被提 对不对 好 那大家看一下 二也就是星期一 三也就是星期二 那七号呢 是二 二七 对不对 二七 那二七九月 七号呢 就是星期一 OK 那八 三八 OK 九月八号 就是星期二 You see 神真的很奇妙 如果靠着一个人 能够 莉莉有这么聪明吗 OK 根本就是不可能 莉莉会画 这样出来 好 那四呢 四就是这个门 刚才讲过 大家 四就是天国 这个门 进入天国了 然后写着九 九就是九月 九月进天国 对不对 然后十呢 十就是亡了 然后写着十一 就是被提了 被提之前也写着 九加六等于十一 对不对 没有没有 五加六等于十一 五加六等于十一 如果上面那边五跟六再下来 就是十一了 五就是东方是早上五点 西方是下午六点 好 十一那边也就是十二 十二被提完了 十二就是圆满了 totally complete OK 好 大家可以看到神的奥秘 神的神奇 那我就等下再接下去 阿们 好 大家继续看 真的配置第一那边 看到神的手 大拇指在第一个手指的中间 现在一棒这样 就形成了一个九 有没有 就好像九一样 也好像六这样 九就是九月六 九月六号就是 西方停着了 没有WhatsApp 最后一天了 最后一天的WhatsApp 之后就停着了 也是准备停着了 好 那东方当然是九月七号 大家九九就九 六就是一路六对不对 那接下来第二那边是这样 在一个墙壁 就是看到一个地方 好像一个很大的客厅这样 一个墙壁上有一个很大的一张画 照片这样 这个女的 她这个很漂亮的女 但是她的笑脸 又没有笑得很亮 大概她是看下来这个地球真的很糟糕了 然后她的身体就像做这个五点的单位 五点也就是五就是N点 还有其他画面的是我就是没有抓到 只抓到这个女的位置在五点的单位 也就是N点王了 好 接下来第三那边是看到什么 看到毛毛虫这样 这个毛毛虫 她的身体包起来了 大家都知道 毛毛虫在中间 一个毛毛虫到一段时间 她的身体会把它包起来 包起来一阵子大概一个星期 然后就打开了她的身体出来就是一只 一只蝴蝶了 所以去找这个毛毛虫跟蝴蝶 有多久就变成蝴蝶 从毛毛虫到蝴蝶 是差不多九天到十四天 九天到十四天 那给我看到是毛毛虫要包起来 在里面再过一段时间 就要成为蝴蝶了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是一路八号了 昨天就是一路七号对不对 那一路七号我们就算一路七号的话 冬我们还剩下多少 还剩下十一天而已 还剩下十一天 那现在我们可以说不到十一天了 所以就说十一天了 所以十一天也是在九天到十四天的里头 对不对 就是从毛毛虫包起来了 到蝴蝶出来 就是九天 九天到十四天 但是我们只是讲 就是在这个时间 已经就是配合我们知道的时间了 好 第四那边就是看到这个意象 然后跟我讲说 就有生意 就叫做square a square是一个四方形 四方形 ok it's a square square 然后就看到上面 当然他没有发四方形给我 只有一部分的四方形 一半而已 然后下面写着f ok 很清楚的字写着f 然后另外一端 写着好像是四方形的一半而已 那我去找的时候 就圣灵带领我去这个Dalet 就是以色列人的字母 第四个字母 以数字就是四 就刚才讲到大门 这个门 主耶稣就是这个门 ok这个门打开了 我们就是这个barrier开了 我们才能够到另外一端去 好 第五那边是看到 我在洗手间就上面看下去这样 很像我啦 然后前面有一个标杆黑色的 然后旁边这些都是像厕所这样 大家就使我们想起之前不是好几次 厕所啊 上面啊 这边呢 都捡到这个卫生纸 卫生纸是厕所用的 所以卫生纸每一次都是四张 四张记得吗 有一次而已 是上刀 然后在我眼前变成四张 但是没有看他变 没有看到他变 但是会觉得 哎 刚才不是比较短呢 怎么现在比较长了 所以三变成四了 就是亡了进入门 进入天国 ok 四就是门 然后天国 对不对 那之前有看到一项说 四然后旁边写天国 就是门过去天国 那这个四就是指做主耶稣了 所以一直指做四 然后也有这个捡到那个洋葱 对不对 叫上洋葱 叫上双绒的皮 干燥的皮 有一个漆 对不对 然后之后呢 又看到那个皮 好像一个长圈 一个大 一只手这样 一只手这样 长圈这样 好 那接下来呢 第六那边是看到这样 两个圈是青色的 时钟这样 然后是在九点到十二点的单位 就是后面那个单位 然后呢 有两样都是 是东西 一个像着十点 或者十一点的单位 一个像着一点的单位 这样 那就刚才有看到 这个时钟 不是在二月二十一号 好多次 很多次看到时钟 只是十一跟一 十一跟一 那一就是one finishing 那我们二十 十一点的话 最后算起第二个圆签的话 是二十七号 那现在已经二十八号 是最后一个圆签 在零零的单位 就十二点的单位 就好像神把这个太阳 月亮星球 就安排在这个宇宙上面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间 也是上帝的安排 OK 安排在十一 安排在一 OK 最后的圆签 三个圆签 几号 这些都是神的安排 那接下来就是看到 nine august nine all nine all呢 就是看到一清二楚 很大致的 nine all 九就是大家知道 是九月 那all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august august的意思是什么 august的意思就是 讲神圣的 OK 神圣的 所以这边可以说神圣的九月 然后是有威延的九月 就是风格啦 有威延啦 雄 雄围 雄围 majestick green 就是盛大的 当然 风格就很盛大 对不对 小孩子 baby不见啦 还有这些圣徒不见啦 OK 当然是装力的 也是美丽的 一个画面 而且也是很威延的 大有权柄的 然后novel呢 也就是高贵的 那这一天呢 八月九号 OK 八月九号 看到的印象是什么 哇 之前呢 我记得 不是年头 还是去年年尾 有看到主耶稣坐在保卫 一个王 坐在他的王位上 然后他走下来 那是半透明的 然后呢 在八月九号那一天 是看到这个雕像 OK 这个雕像就代表 这个王 望丸之丸之丸之与我们的主耶稣 在那边 然后有一个女的 她身上穿着粉红色 就是主耶稣的幸福了 然后她的手一直在卡 一直在卡 一直在卡 OK 她就这个雕像 就是很爱这个雕像 这个雕像 其实是代表王 OK 王就是很爱这个王 所以幸福一定要爱这个王 望丸之丸 望主之丸 谁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也是奥秘 圣经的奥秘 好 接下来 第八那边 就是这个时钟 只做四点 然后 长的正呢 只做 怎样 上去一点点 那大家知道 一九三个 从十二点到一点 那边 零到一 就是有五分钟 那一到二 也是五分钟 有没有 那十五就是 对 三那边 就是十五分钟 然后再下来 四个就十九分钟 就是说 一路十九号 就进入那个门 到天国了 然后接下来 又看到一样的时钟 但是 有点不一样 就是上面一个 真的时钟 下面一个 就好像有一点点 这个时钟 但是他长征 有一点话 话下去 就是 讲 神公佛讲什么话呢 四就是天国 五呢 就是恩典 恩典也 那如果讲到分钟的话 就是二十五分 对不对 二十五也是 二加五 就是七 二加五 七是神圣的完了 那二十五也是 二十加五 对不对 二十就是救恩 五就是恩典 所以 就是救恩 恩典来了 OK 进入那个门 四进入那么个门 回到天国了 所以这些都是教导 我们一路来 不知道 不清楚的 都给我们清楚的 教导我们 然后现在已经进入 conclusion了 到尾端了 然后接下来 是看到 一九八 这样一台下来 然后下面 好像有七 倒是没有注意到 都不要紧 第一就是最后一天 然后九 就是九月 然后八 就是八号 很清楚了 那接下来 大家看上面 十一那边 十一那边是这样 上面好像摆设 就是准备大家 在这五年里头 成为神圣的 那下面的字呢 就背景是青色的 然后写着字 真的很清楚 写着什么 很大的字 five years long trial OK 或者是 five years old trial 应该是 five years long trial 就是说 五年的试炼 OK 我们祷告这一群 已经经过五年 很苦练的五年 为什么 我说苦练呢 因为每一次说 要回家了 没有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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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现在五年了 就好像 Kelvin也都心的冷了 所以Kelvin 现在真的回家了 OK 就不要 怎样讲 不要讲太多 OK 那是五年了 五年的试炼了 我的家人 跟Kelvin Mick Susan 我们都经过五年了 所以当然是 大家这一大群里头 也是经过三年 有些两年 有些一年 有些几个月 也不简单 对不对 所以大家继续努力 我们一定要回家了